梅芳和广州队内2-3名年轻球员下赛季很可能加盟武汉三镇 中超联赛中甲联赛已经落下帷幕 随着武汉三镇的冲超成功和武汉卓尔的宝级 武汉足球在新年来临之际迈出了新的台阶 明年的中超赛场上将会出现武汉得比 武汉三镇冲超成功首要的就是站稳脚跟 虽然现在武汉三镇现在的球员很多都具有中超水平 但是在个别位置仍然需要补充 向后卫线上的刘一鸣虽然是年少成名 但是后续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 当年从广州恒大到深圳队再到现在的武汉三镇 说明他要想在中超站稳脚跟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荣浩当年出道于武汉光谷 在江苏顺天成熟 到了广州恒大彻底爆发 也在广州恒大度过了职业生涯的高光时期 获得了亚冠冠军 也是当时的国足主力编后卫 去年从天津金门湖落叶归根回到武汉 如今再回到中超 35岁的荣浩怕是很难再作文主力位置了 所以武汉三镇已经提前招兵买马了 据记者周文健报道 下赛季梅方会加盟中超新军武汉三镇 并且除了梅方以外 广州队内可能还有两到三名年轻球员 将在新赛季前往武汉三镇效力 其中很可能有在本赛季发挥出色的邓寒文 其实不仅是上面所说的这些球员 像邓卓祥周恒踢中超都不再适合了 武汉三镇继续补强阵容是正确的 因为武汉三镇想踢出去年的升班马 长春亚太这样的水准来是比较难的 足球报李晶宇带队表现得到认可 新赛季将继续执教武汉队 说完武汉三镇说武汉卓尔 李肖鹏毫无征兆的上调国足 李晶宇临危受命成为武汉队主教练 李晶宇上任后带领武汉队提前两轮保级 他的带队表现得到武汉俱乐部的一致认可 据足球报最新报道 李晶宇将在新赛季将继续执教武汉队 李晶宇在接手武汉队时 武汉队的保级压力是不小的 当时拉斐尔刚从巴西回来不久 已经差不多两年没有踢比赛 而新外员安德森在赛季中期来到武汉队 踢的几场比赛都没有显示出J联赛射手王的威力 薅俊敏当时也是刚结束隔离 状态也不能保证 所以李晶宇当时也是有压力的 但是李晶宇接手以后先是大胜苍州雄狮 接着又战胜青岛队 接下来又先后和河南队和重庆队打成平局 也从而占得了保级的先机 李晶宇接手球队 以后球队的进攻手段逐渐丰富 防守也变得牢固 整支球队也非常团结 李晶宇和他的教练团队也得到了俱乐部的认可 下赛季也将会继续担任武汉队主教练 足球报报道称新赛季 李晶宇的教练组也会得到补充 刚刚退役的姚翰林也已经进入教练组 虽然李晶宇被上调到国足 但是球队仍然需要补强 所以李晶宇仍然要做好影员的工作 阳城晚报 政治下赛季大概率继续执教广州队 今年的广州队能够完成本赛季相当不容易 在中超第二阶段开始前广州队的食堂已经关闭 后勤也全无保障 由于卡纳瓦罗和他的教练团队早就和球队解约 所以球队没人组织训练 而政治在这时候站了出来 组织队员训练寻找训练场地租借训练器材 还联系了热身赛 可以说没有政治广州队早就不复存在 政治成为广州队执行主教练后 带队成绩相当不错 仅仅在第一场输给北京国安 在最后一场输给上海海港 要知道这是在没有外援规划球员只剩一人的情况下取得的成绩 而且政治带领球队完成了新老交替 林杰、谭凯元展露头角、严鼎浩、邓涵文、吴绍聪、杨立渝开始挑大梁 所以政治得到了俱乐部和外界的一致好评 据阳城晚报消息 中超广州队执行主教练政治下赛季将大概率继续执教广州队 而广州队其他合同到期球员是否留队 目前仍是未知数 因为广州队的古改工作仍未取得进展